这个女人向陌生人泼汽油 随后点燃一根火柴 扔了过去 对方瞬间被火焰吞没 原来女人被卷入了一场死亡游戏 不服从游戏规则就会被杀掉 小美和小丽是一对好闺蜜 这天她们约好了要去度假 一行人一路欢歌笑语 她们来到一间酒吧 小美独自坐在吧台 却被追求者罗尼缠上 看小美满脸不情愿 坐在一旁的卡特帮小美解了位 两人交谈甚欢 眼看酒吧就要打烊了 朋友们正要回酒店 此时卡特说她知道一个有趣的地方 见小美对卡特有好感 小丽便答应了她的请求 于是众人在卡特的带领下 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 小美在教堂里四处游荡 将墙上的文字和散落遗地的照片 拍下来发到自己的主页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被打破的罐子 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一回头发现罗尼竞跟了过来 回到大厅 看大家无聊 卡特提议完真心话语大冒险 在她的怂恿下 大家围成一圈坐了下来 突然很慌张地起身离开 临走时她告诉小美 这场游戏会一直继续下去 如果不参与或者不遵守规则就会死 小美觉得卡特是在发神经 可以转头却发现所有人都不见了 等她回过神 原来刚才看到的都是错觉 回到学校以后 小美竟发现 在自己身边 总是频繁出现选择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的提问 开始小美以为是罗尼的恶作剧 直到她来到图书馆找小美 整个图书馆的人都用诡异的表情 将她团团围住 不断地问着同一个问题 小丽不耐烦选择了真心话 大声说出小丽背着卢卡乱搞的事情 等她回过神来 却发现刚刚只是幻觉 而自己却已经毁了闺蜜的爱情 另一边 罗尼正在酒吧打台球 她发现一个妹子想上去搭讪 结果被无情拒绝 谁知妹子刚走出没几步 突然转过头来 脸上带着同样恐怖的笑容问罗尼 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罗尼被吓了一跳 但本着只靠下半身思考的原则 她选了大冒险 妹子让她给所有人见识一下她的球杆 罗尼跳到桌子上 当她打算脱裤子时 却遭到了别人的嘲讽 难为情的她想要下桌 脸上却浮现出诡异的笑容 男人站在桌上 打算当众秀出自己的隐私部位 可谁知下一秒 她就摔断了自己的脖子 小美正在和朋友们解释 自己在图书馆出现的幻觉 却看到网上流传着罗尼意外死亡的视频 小美坚称罗尼是因为没有完成大冒险而死 可泰森仍然不相信 就在这时卢卡回到家 小美请求对方相信自己是迫于无奈 但无济于事 卢卡转身离去 可没过一会儿 她的手臂上竟出现了一句烙印 小丽回到家 建议屋子人都在等她 小美解释说他们正处于一场死亡游戏里 可小丽听不进去 就在这时 她收到一条短信 根据提示选择了大冒险之后 短信竟让她打断小美的手 不管小丽相信与否 小美拿来一把锤子递给了她 为了救小丽 小美逼迫小丽下手 将小美送到医院后 小张听到一个声音 明白是轮到了自己 此时父亲竟向她走来 还好 游戏只是让她将内心的想法告诉父亲 没人受到伤害 按照顺序 下一个就轮到泰森 可她并不相信游戏是真的 很可能有危险 于是他们找到泰森的女友小佩 得知她正在面试 等他们赶到时 泰森却用钢笔自杀了 眼看下一个就轮到小佩了 卢卡说只要接下来都选择真心话 那么只要说出实话 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几人将小佩妇到楼上休息后 就在网上搜索有用的信息 小丽查到了一个叫吉塞尔的女人 因为纵火被警方通缉 并且在吉塞尔的主页 小美看到了当初把他们带到教堂的卡特 想必他们也都是游戏的参与者 于是众人打算寻求吉塞尔的帮助 看到朋友接连惨死 小美十分自责 而小丽此时却说起了风凉话 两人因此吵了起来 小丽夺门而去 却发现小佩正站在屋顶 手里还拿着一瓶烈性酒 原来小佩被强制选择了大冒险 她要在喝完手中的酒之前 一直沿着屋顶的边缘行走 小丽和小张见状马上取来床垫 卢卡也冲上屋顶 这个女人一边喝着高度白酒 一边行走在七米高的屋顶边缘 她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可脚却偏偏不听使唤 朋友们举着床垫 紧紧跟在下面 而不远处却出现一排锋利的尖刺 小美跑上前去想把栅栏打开 却发现被锁住 于是开车将其撞倒 还好只是有惊无险 小美突然受到了吉塞尔的灰心 于是众人驱车前往 从吉塞尔口中得知 这场游戏有一个特殊的规则 那就是如果前两个人都选择了真心话 那么第三个人就必须选择大冒险 并且她还有一个叫萨姆的朋友 负责让新人参与到游戏里 好让自己有更长的准备时间 原来他们仍然在游戏里 说着吉塞尔掏出手枪对准小美 却被小佩挡下 卢卡和小张想要按住她 却怎么也按不住 她的脸上也浮现出诡异的笑容 仿佛被附身一般 开枪自杀了 线索中断 只能继续调查 这次他们查到一位老修女 曾是那场游戏的幸存者 并且目前还活在世上 就在这时小美上楼取东西 却被一个流浪汉掐住脖子 小美选择了大冒险 内容是让她和卢卡睡一觉 小莉知道后 气得跑出去染了头发 事后 两人顺着线索找到修女的家 发现了真相 原来这场游戏被一个恶魔操控 想要结束游戏 必须让游戏的发起人念七次咒语 并自愿割掉舌头作为祭品 而之前从吉塞尔那里得知 卡特就是游戏的发起人 于是小美几人打算找卡特 他们来到小张家请他帮忙 中途小张在游戏的逼迫下 用枪对准自己的父亲 结果被父亲的同事击毙 小美来到警局接受审讯 却意外发现卡特就是萨姆 吉塞尔的朋友中只剩下他还活着 只要找到萨姆 让他封印恶魔 就可以结束游戏 小美偷拍了警察的记录 找到了萨姆的藏身处 四个人再次回到了教堂 在小美的胁迫下 萨姆念着咒语 可这时恶魔让卢卡杀掉 小美和小莉其中一个 卢卡下不去手 准备了结自己的生命 可恶魔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卢卡被附身 杀掉了正在割舌头的萨姆后 便让卢卡自杀了 此时小美心生一记 他知道接下来恶魔会让小莉杀掉自己 便故意让小莉选择了大冒险后不服从 然后趁恶魔附身小莉 让小莉开枪将自己打成轻伤 再将其拉入游戏 恶魔只能选择真心话 于是小美问他可以活着离开游戏的方法 谁知恶魔却说发起人萨姆已死 只有参与者全员死亡游戏才会结束 为了救小莉 小美拿出手机 将自己的遭遇做成视频发布到网上 将所有看到视频的人都拉进了这场死亡游戏 随后两人便开车离开了